好,接著是《奈利不在的星期天》 《奈利存在的星期天》,你搞錯了 就是《神不在的星期天》 《神不在的星期天》,原著是輕小說 現在已經出到第七期了 作者基本上參考 我不知道是不是參考 你有沒有看過《九把刀》? 《九把刀》就是三哥 《九把刀》有一本叫《拼命去死》 有沒有聽過呢? 《拼命去死》 我講一講一講 《拼命去死》那本書是說什麼呢? 就是突然間那個世界,不要理什麼原因 出現了一個活死人 就是說他完全死不去 就是他講這個活死人的世界的故事 這套其實有點像 很多作品都有點... 就是他設定背景的架構有點像 《九把刀》就記得那本什麼? 《在肯下互相大別的男孩》 他背景就說 《神用七日創造世界》 《七日第七日》 《四日就放棄世界》 就是這個 很多作品都有這個 《神那個七日》 我想是參考了《聖經》那個 很多作品都是這麼寫的 但那七日不是做那些事情 不是,頭那幾天就是 做什麼世界 不是,頭一兩天比較像 之後那些開始已經奇奇怪怪的 因為如果《聖經》來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而僅有限的記憶來說 就是《七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但這裡就好像是《六日》 《七日》 《六日》就是《休息日》 《七日》就說 《九日》 《七日》 《八日》 《八日》 《六日》 《八日》 但是那些可能會由活人慢慢變為一個死人 因為人始終會死,但死的人就不會再死 正常來說,本來應該由一個很多活人的社會 逐漸演變為一個死人的社會 其實幾次人口老化 類似這樣的感覺 總之這個過程會產生很多變化 很多事件就出來了 這個作為這套輕小說和動畫的背景 但是背景就好像很雲大 其實不是很雲大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好像陳義國高 你看頭一兩集就只會覺得 沒有陳義這個世界就沒有來理 十五年前的來理都成功了 你這個解讀不可以是錯 也不能反駁你 雖然主角應該都算是一個羅里 主角是十二年前的 但是其實他埋了一個復筆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神是十五年前放棄這個世界 但是你要留意到艾是十二歲 但是這個其實產生一個問題 十五年前放棄這個世界 人不再出生了 為什麼他可以成為一個十二歲 就是說他在神放棄世界後三年才出生 美國保值期 絕對 我覺得他是鋪了一些復筆 但問題 我沒有看小說 看動畫 第一集 我沒有包 一定 全村人死了 不是其實應該說到 叫他出生的時候 就被一個村落 即是他媽媽應該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在那裡 他就被養父 收養了 生活在村落 但他媽媽應該是一些特別的人 他說繼承了哪個樓 應該是 我估計上都會是 但是 他在村落的工作就是滑墳 因為他不知道在哪裏 他不知道在哪裏 得來一個叫守務人的產 守務者 他沒有事做 每天就在那裡滑墳 準備幫他全家一起產 不是 他滑墳 如果這個世界是死人 死他不會死 守務者埋葬他才死了 講一講 或者守務者的設定 其實就是神在離開這個世界 會給人類最後一個奇蹟 就是守務人 守務人的作用就是 安葬死者 等到活人 就不會再被死者騷擾 創造一個活人 都可以安樂居住的環境 因為那些人就算死了也好 那些人可以在那裡 吃飯幾尾 會形成一個問題 影響活人的世界 所以要把這群死了的人 真正蓋棋 而被掃除了他 就要這群死了 創造成這個殘留人 創造成這個殘留人 那這群死了 那這群死了人 他是不是人類呢 沒有人知道 應該不是 那帶出這個設定 說回那裡的村 他傳了這個村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滑墳 如果小說會講得比較詳細 因為他滑墳的數目 就是等於村人的數目 那我相信 他滑這麼多個數目 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說過 但是他完成了那天 就是完成了那天 有一個人走了 不知為什麼 屠殺了他們村的村民 還很喜歡說 我討厭死人 但問題是那些人死也殺了 但是其實喊不知那些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其實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那些村民是死人 總之 那些人殺了你 十二年陪伴你的人 他後來那些人已經死了 但是喊不知知不知道 到底喊不知知不知道 我總也不知道 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突然死了 他有說過那些人會死嗎 沒有說過 但是他後面帶到的決定 就是說 那個 他爸爸 他那個殺人玩具 那個叫什麼 他有個稱號 食人玩具 那個稱號是食人玩具 他就說 是專埋葬 即專殺死死者 所以他才知道 喊才知道 原來他十二年來陪伴他的 全部都是已經死了的人 但我完全騙了 因為他說那些人死了 之後沒多久 就會開始慢慢變 其實這裏是帶得 我不知道 因為動畫可能雜數所限 他帶得比較急 因為這村民是很正常的 過了十二年 養了十二年 很正常 我沒有腐化 走走走走走 沒什麼癲癲癲癲癲 你說他死了 跟你說的定義完全不同 其實他有做過事情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他的養母 他不是說 艾蛇說 你很臭 那樣的 其實那個已經是一個暗示 其實那條村已經是一個死人村 他怎樣維護 就是他可能要自己保養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不要腐化 可能做很多保養工作 所以他才會有 掌握到那些臭味 嗯 類似 是的 這樣的感覺 但是動畫 我覺得是帶得比較急 因為小說 你不說 我真的沒有想過那句臭 我真的沒有特別去懷疑 你講完香水 當然回來死鬼殺了 你也不知道什麼 那裡死得比較 因為他其實用了半集 就已經把所有的村人KO 但是小說其實這個帶得比較長 因為始終來講 你捱生活的村子 他小說來講 有介紹 他用了幾長的篇幅去介紹 而且他不是一天 一回去就死了村民 輕小說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好像已經分了幾天 他帶到一些 他和村子的感情深厚 每個人都對他很好 把糖給他吃 養婦養母對他很好 經常問他 他想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好像真的是一家人 而帶出一個劇情 就是他去到後來 吃人玩具來了 殺了村民 其實那個 反差的感動位 應該要大致 但是你第一集就把這件事都帶出來了 加上酒都沒有死了 他都沒有介紹過 他的動畫 他只是兩幕有七句吃東西 可能我不知道 你不會這麼唯一 蝙蝠所限 你變了很多東西 其實小說來講 懸疑性會帶出來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其實是 小說有鋪過一些伏筆 他最後解出來 他會做一個感動位 或者反差 或者是解回一些迷 你之前他鋪在那裡 但想了極不明白為什麼 他最後才會解回出來 有小小的懸疑性 小說來講 但動畫可能 我聽你們這樣說 好像都不是做得那麼好 那算了 總之一開始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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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們殺船村人 然後殺了羅莉 然後拼了出來 就救了他的 不是 很簡單 很簡單 第一樣喊的反應 你殺所有村民 我應該向你復仇只是這樣 但這裡不是大老奇 你叫什麼名字 原來我叫那個什麼 總之很長 我叫漢堡包 漢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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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很長 然後阿牙一聽到 你叫我爸爸 我沒有事 原來你這樣 這回答很奇怪 最好笑 這回答很奇怪 是要救他 但他不跟救他走 是要殺他 他那個人不是救他 那個人純粹是要殺 那個人玩具 其實那個人不是想救他 純粹是說他想 有人亂入 但問題是 是想對你的頭身殺你 總之是追著食人玩具 想復仇 剛剛好 那不是救他 我覺得兩個人 一個人拿槍的東西 想殺你 一個人就順便 我隨便救你 那你跟誰 你跟殺你 你在暖戰中死了 這個我覺得純粹是 因為敵人的敵人 就是自己有敵人 這麼巧合 在那個時候 出現 這就是死於非命 但是 那個關係 也是帶得很奇怪 我覺得 真的帶得比較急 太急了 純粹知道 這傢伙是 不路不死 還有問題是 你看到他的OP 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人 就是這些也好 我不管那些 究竟是真的人也好 他是守務者也好 還是好像 漢堡不死人玩具 其實怪怪也好 觀眾要知道的訊息 就是你眼前見到的人 他不一定是活人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他 是帶不及這麼多角色出來 其實應該在設定上 多些功夫 我覺得動畫沒有力交代 你頭不要作出我是死人 一定不會 很簡單 我們現在幾個人在那裡聊 我怎麼知道有賣是死人 他看不到 我們就這樣肉肉眼看 其實看不到 可能你要打穿他的腦 才知道 原來你是死人 但變態可能看得到 這個當然看得到 變態的死人 我都明白 變態的死人 但你後來也會掛 然後有朋友 行行行行行行行 一腳踢去腦 那裏都算了 其實前面會帶到少少少 守務人 叫阿S가出來 這是守務人 在之前 因為其實我一直叫 自己的地點是守務人 但是他爸爸說 你真的守務人 你講真的 阿S가過來 這個就是守務人 其實他已經帶到第一集尾的時候 已經帶到一個設定 就是他跟守務人說話 其實好像在電腦找資料那樣 我要搜尋誰 追加設定 其實他守務人的設定就是 類似一個電腦或者終端機的東西 就是他可以知道 你想查問什麼 非人性化的東西 你想查問什麼 他會答到你的 他如果知道的話 後面小說來說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這個設定 來帶一些劇情出來 還有就會帶到一個設定 究竟守務人是什麼 你會不會當他是一個人 你會不會當他是一個死人 或是一件工具 機器 會帶到這些位置出來 我們就期待這個動畫版 究竟會搞成什麼樣子 他前幾集就 其實不用深究什麼 不用深究什麼 只要幾集死毀了 最初的三集是帶過一些角色 基本上重要的角色已經出來了 即是霸面 阿艾 阿爸不能出來 我一直不死 然後下一集死毀了 其實阿爸不是重要的角色 不要這樣 然後那個人說我想殺你 然後他說 我們是自由 我要救他 你怎樣 阿爸 因為他這個世界 他不能死 其實他的目的是尋死 我明白 我以為他是主角 但第三集死毀了 趁這樣 其實什麼都沒有說過 已經死了 然後他朋友 如果第一集想殺他 第二集說 我救海有還是自由 我完全不知道 這裏我都覺得有點奇怪 不知道這裏是否剪太多 還是我沒有寫過 即是 我奧薩看完這裏 之後 怎樣你想 然後 加上厲害 上一集走開 不知道房間在哪裡 然後走到來露入 我都去幫忙 唯一可以說那句 就是說 動畫都剪得很厲害 之後都是這樣剪 之後都是這樣剪 那套東西會變成搞笑 現在差不多去到 一本小說的中段 第一本小說 不是很大意欲去馬上看 由於設定這麼複雜的情況 你這樣剪 我們看不明白 那就要一笑回來 但我不知道 笑回來 他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不屬於笑回來 他其實應該屬於劇情回來 好笑的 他會無緣無故出來 其實他會深刻 探究活人和死人的矛盾 或者心理同感 即是他不同 譬如上一季 RD知全水智 他人家很少角色 他那個是進度慢 這個是他很多角色 剪得太多 其實已經不算多 但實際上 他應該要交代劇情 他剪得太多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做什麼 所以我怎麼看 如果真的有興趣說 活死人 對這個題材有興趣 我建議補原番小說 補原番小說 我覺得補原番小說 補原番小說我覺得不差 質素不差 OK的 可以看 你比較像Diablo 3 不關事 絕對不關事 而是我純粹覺得 活人和死人的矛盾 是大得不錯的 希望動畫做得到 我們希望 動畫 我覺得 如果以他一至三集的質素 我比較害怕 不存期望 對 看看劇情會做到哪 我們下一部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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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